那個我很要求時間 因為我一定會講超過 我是一個話很多人 大家可能如果看官方宣傳的話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這樣 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所以我今天沒有要講跟資本主義有關的東西 可是其實等一下可能會帶到一些東西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主題是 就是大家要不要有些人 有人有寫博物格的經驗嗎 包括日記的 好少喔 真的嗎 真的假的 寫個版 個版也算 個版也算一種博物格 好少喔 對 然後如果寫博物格不是寫自己的心情日記 還有嗎 有人不是寫自己的心情日記 那還好 其實還好 對 那今天我來講我寫博物格遇到一些 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打一個問號 就是寫博物格真的是一件好事嗎 或者說他自己其實也會遇到一些問題 對 我今天主要是一個批判的角度來講這件事情 好 那首先有件自我介紹 我叫李約 然後 我剛剛沒有解釋我的字畫像 就是我沒有畫我的下巴 因為我後來實驗發現 就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沒有畫我的下巴 大致都會把它變得很尖 就變成一個很帥的人 可是其實我是也是很遠的這樣子 對 然後我有一個 我自己有在寫一個博物格叫做維京人酒吧 那這個博物格從去年的7月一直寫寫到現在 那累積今天晚上應該會破4萬的累積人次 然後大概有600多位粉絲這樣子 然後快100篇文章了 對 然後我是每三篇會寫一篇 跟財務金融或者是國際經濟啊 或者是跟創業啊 或者是我的一些勞勞叨叨的事情 對 所以實際是一個炸定之下非常無聊一個博物格 可是我還是很努力的把它經營到現在 那我覺得有獲得蠻多的一些成長 跟遇到一些問題 等一下分享給大家 那這個維京人酒吧跟維京人沒有關係 那跟酒吧也沒有關係 它純粹就是一個讓我能夠 一開始的用意其實是一個讓我記錄我每天學習 遇到的一些事情 對 其實很奇怪 我不是寫博物格不是為了賣東西 也不是為了抒發己見 我只是為了記錄我一開始學到很多東西 那靈感來源 大家可以上Google去Google維京人酒吧跟Facebook 我的那個SO 欸 叫什麼 就是 NSEO做得很好 對 應該都在很前面 然後 那個 我還有這個是因為我在Airbook的實習 然後我們的老闆 大家有很多人可能聽過他們 對 他自己很嗆一個人 然後Mr. Jeremy 然後他是每天都寫一篇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說每天寫一篇太可怕 就怎麼可能吧 所以我後來就變成每三天寫一篇 後來發現每天寫一篇還是很可怕 可是沒辦法 我都已經講說我每三天寫一篇了 就變成一種就是責任 不過寫久也習慣了 對 那 其實寫博格一開始給我很大的 就是衝擊就是這個句話 就是不要再夢了 就是 其實這個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我這樣講 可能會一開始乍聽一下不喜歡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夢想這個字 為什麼呢 因為夢想這兩個字 第一個是夢 夢就是你做夢的事情 那你醒來之後什麼事情就不見了 那想就是只有想而已 可是其實你夢想要 或者是你的理想抱負要成為真的 你是一定要去做嗎 你一定不可能夢它會成真 你也不可能想它會成真 所以 我在經營部落格的時候 一開始會想說我到底要寫什麼 可是我老闆就說 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就寫就對了 所以我一開始前面幾篇文章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非常的青澀 然後非常的便扭 可是寫久了之後其實還要好很多了 那第二個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一開始想要解更 就是我學習有關的東西 可是因為我個人的好生性比較強 所以我一開始會寫的時候 我會抓很多資料 然後每抓一篇資料之後 就會一直抓一直抓 所以比方我一篇文章 我一開始可能 就是以前怎麼寫個版 可能花個一分鐘 寫一篇文章 可能一開始要花三個小時 對 然後我每三天一篇這樣子 那再加上 是我真的體會到媒體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去找一些資料 發現其實 我們大家可能日常生活的結束 到很多資訊都是有問題的 或者是被媒體過度曲解的 那藉由其實你藉由你為了寫一個東西 因為你寫東西 你不想要被人家說 你是就是 曲解人家的意思 所以你會很認真去找資料 你才會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我得到一個心得 那當然我花很多努力寫好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時候 我就覺得自己很像一個革命家 然後對大家就是 就是講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這樣我覺得很 就是還蠻有成就感的 那有時候我就覺得 我像馬丁杜德 像我有寫幾篇 在講銀行業 一些比較黑暗面的東西 對然後 後來有人叫我刪掉 可能對我求職有些問題 不過我就說誰怕誰要管他那麼多 我還是照寫 然後就是覺得寫了之後 寫了大概半年之後 我就覺得 哇真的很屌啊 like a boss 可是當我每天發現 就是我可能寫一篇 而且我通常越暢銷的文章 我花的時間越少 可是我越不暢銷的文章 我花的時間越多 我越覺得它很重要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 我一篇文章 我只花十分鐘 結果它現在是我排行榜的前五名 對然後我覺得那文章就是笨蛇 就是我就是 對然後 可是我就是 比方說寫很努力很努力 然後很想把這個東西告訴大家 可是就發現說可能那天只有十個人看之類的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是整個就是很像 就是這個人的表情這樣子 重點是我看到 就有一些網拍的部落格 你看他可以看 這字很小 當日人氣八千七百七十五 然後累積人數大概幾千萬 然後我可能當日最高在226 我就很開心 然後累積人數還不到四萬 就覺得說 靠怎麼會這麼難過之類的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這種表情 對可是其實我覺得 後來寫不過寫久之後 發現有時候是教學相長 那我寫久之後 其實有些人會知道我在想這東西 那我還一開始蠻幸運到很多長輩 跟一些就是像各位這樣子 很優秀的人 會跟我講你這邊寫得不好 你這邊有些問題要再修改 那其實你有這個東西 會自動去聚焦大家過來 對然後其實每天就做一點改 這個公司應該很多人在FB上都有看到 那我覺得應該沒有37.8這麼屌 可是我覺得就是至少兩倍啦 我覺得蠻開心的學到的東西 再來就是我學到就是 我在design thinking 學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以人為本 怎麼叫以人為本 是因為其實 我很想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們有一些夢想 或想跟別人講的事情 你可以在博物格裡面寫 因為你在博物格的時候 你可以去 比方說可以知道你的關鍵字是什麼 然後你可以知道哪些國家的人在看 像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對俄羅斯人 在看我的文章 可是你會知道說就是你的 不能講客戶啊 就是看你的讀者 他喜歡你的哪些東西 他不喜歡你哪些東西 你之後你會知道怎麼去宣傳你的東西 然後FB其實成立粉絲專頁也很明顯啊 就是他會有那個線圖 然後誰分享之類的 對所以 還有這樣我的博物格裡面有一些功能 其實也是為了讓我的讀者更好 因為我的讀者會反映說 他不想要每天都來看我的博物格 那我心裡一開始想說 這我要怎麼辦 我後來發現有一個功能 是我有一個信箱 就是他只要填他的email 我寫到文章之後 可以自動傳到他的信箱 然後他就很喜歡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學到蠻重要的事情 再來一個最後一個是 這是一個西大阿波神殿上面有一個話 大家應該都知道 叫做認識你自己 我覺得透過博物格 我開始認識我自己 尤其是我現在是個大師的學生 那大師很多人知道就業級 就是畢業級失業嘛 對 然後對於我大師來說 我覺得其實畢業不只是失業 有些都很像那種修羅場 就很像一個競技場 大家就是死殺 有時候有一次像我就唸財經 財經圈子很小 就很像飢餓遊戲這樣子 可是其實在競爭的過程中 有時候大家會迷失 那我是覺得說 對 尤其是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就很像悲慘世界 然後有時候 我會覺得說 我們在競爭 或是在追求一個社會體制化的東西 之後我們會被這個制度 或被這個體制化的思想 就是塑造成他們想要的樣子 那不一定是適合我們的樣子 那我剛好看到這張圖 我很喜歡這張圖 就是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應該要去當那個不一樣的那個人 可是 我覺得 你要當那個不一樣的人 跟你要堅持自己的夢想 其實就像這個跳下來一樣 就是他跳下來那瞬間全世界都在看他 那他有可能跳下來就摔死了 有一度我還以為他要燒起來 所以其實 我覺得 真正的夢想都是有風險 而且是 通常是 很有可能會摔狗吃屎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他才 值得你去做 不然 就是沒什麼了不起的 然後再來就是 夢想有時候就看起來很笨 就是比方說像這是犀牛一樣 就是 對 可能就是 他會給人家覺得說 你怎麼 你再怎麼努力都不可能會有那一天 可是其實 在我的定義裡面 我覺得 夢想本來就是一個不動會改變的事情 而且其實我的想法是 大多數人的夢想都跟別人有關 或者是跟你人生的記憶有關 所以其實到了你可能 你真的到你的 有一天 等你要合上眼睛的那一天 才發現說 你的夢想其實已經達成了 就是跟你剛出想 可能你沒辦法變成一隻獨角獸 可是你已經變成一隻很壯的犀牛 那你也覺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我在部落格 沒學到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因為我一開始也沒有預設 我今天會 寫這麼多東西 可是我後來其實寫久了之後 像我最近在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會發現說 其實我已經想了 跑走了一段路 對 那 其實現在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就是到了尾聲 對 那我會希望說 大家在聽完我的分享之後 如果你們真的有些話想跟別人說 就不要遲疑的 趕快去寫一個部落格 或是寫一個 想辦法跟別人說 用盡各種的方法 對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李約 我先想說 怎樣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 就是 很窮 我們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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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看到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